警車還沒到 遠遠就看到一名男子 在民宅前拿著棍棒鑄炮 要往上面砸 瞄準的就是民宅門口的監視器 好像抓狂一樣 男子邊罵邊砸 警方下車他才終於鑄手 不過一身酒氣早就喝得醉醺醺 不只砸壞監視器 連窗戶也遭殃 原來男子跟置物人家是鄰居 但長期有糾紛 這位喝醉酒竟然找監視器單挑 發現這位犯險仍然磁鐵敲在 破壞民眾的住宅設備 兩家都是住在附近的鄰居 可是平時沒有什麼交情 事件發生在台南市 根據了解這名高姓嫌犯 早就看鄰居的監視器不順眼 一直認為有照到自家門口 跟警方申請徐洛湘被拒絕 心聲不滿 22號晚間10點多 喝了幾杯後 拿著金屬拔丁器 指著監視器大罵三字經 說要單挑 接著真的開始猛砸 嫌犯是因為懷疑隔壁的監視器 錄到他的家 可能會對他不利 犯險有喝酒 所以會使鐵敲來破壞這些 監視器跟玻璃 由於當時屋主不在家 回來之後簡直看傻 損失了三台監視器 還有四面玻璃窗 高姓嫌犯酒醒後才驚覺闖禍 找監視器單挑 也算3比0完勝 但也要依照毀損罪 移送法辦 接來觀章坦的報導 歡迎收看